下面我们来看这道题 通过题杆我们可以知道 这是一个分时系统中进程状态变化的图 通过分时系统和进程 我们可以联想到时间片这个概念 因为我们知道分时操作系统 使系统通过时间片轮转的方式 对多用户进行响应请求 而进程呢 又是时间片这个资源独立分配的基本单位 所以该系统采用的呢 就是时间片轮转的方式进行调度 第二个呢让我们去分析图中 每一个状态变化可能的原因 那么我们就首先要在图中找出 进程的三种基本状态 首先进程在CPU上运行时 它的状态呢是运行态 我们再看这个任务对列 他们通过处理机调度呢 可以直接进入到运行态 也就是说这个任务对列 仅仅缺少了就是处理机的资源 所以这就是就续对列 他们所处的状态呢就是就续态 等待词盘读文件和等待打印机输出 他们所等待的呢都是除了处理机里外的其他资源 他们所处的状态呢是阻塞态 我们现在明确了这三个进程的基本状态之后 再来分析这六个过程 首先过程一是由就续态直接转变到运行态 这只有一种情况 就是这个就续的对列呢得到了处理机的调度 使它拥有了CPU的使用权 可以去运行 我们的过程二和过程三呢都是从运行态到阻塞态 从运行态到阻塞态呢有两种情况 一种呢是我们的进程等待某一事件的发生 如IO操作的完成 我们的题目中呢给的是具体的例子 所以我们在描述原因的时候呢 也要具体的去写出来 另一种情况呢就是当我们的进程在执行的过程中 去请求某一资源的使用和分配 就比如说题目中去请求打印机的使用权 那么打印机如果空闲的话呢 就可以直接分配给它使用 那么这个地方既然它进入了阻塞状态 顺便打印机的上一个任务还没有完成 所以描述原因的时候呢就是 这个进程呢要使用打印机去输出结果 但是打印机没有结束它之前的过程 所以进入了阻塞状态 我们的过程四和过程五呢 都是从阻塞状态到就许状态 它和运行状态到阻塞状态呢 其实是一个逆向的过程 它发生的原因呢 就是它所等待的事件完成 或者所请求的资源得到的时候 过程六呢是从运行态到就许态 从运行态到就许态呢 如果没有告诉我们这个操作系统是可抢占的 或者非可抢占的组合系统的时候呢 我们就有一个通用的理由 是时间片用完了 那么不管这个进程有没有执行完成 都需要让出处理机 此外呢在可剥夺的操作系统中 如果有更高优先级的进程就绪的时候呢 那么现在正在执行的进程呢 就需要让出处理机 让更高优先级的进程去进入运行态 我们现在分析完进程的三个状态 和四个状态变化之后呢 我们现在又有两个要注意的问题 一个是这些变化过程中 哪些是主动的 哪些是被动的 首先我们主被动主要考察的呢 就是从运行态到阻塞态和阻塞态到就绪态 这两个过程的区分 从运行态阻塞态呢 是一个主动的行为 因为它是进程本身去请求一些资源 或者等待某些事件的发生 而从阻塞态到阻塞态呢 它是去等待其他的进程去释放资源 或者是其他进程要协助它 所以它是一个被动的过程 在我们后面的题目中 可能会在题杆中出现进程本身 或者进程主动去做一些事情 这都是描述的运行态到阻塞态这样的过程 那么我们可能还会有一个疑问说 如果我们就绪态没有任务在等待 那么一个阻塞态的进程 能否得到资源之后 直接进入到运行态呢 答案呢 就是不可以的 但是为什么不可以呢 我们现在来分析一下原因 我们知道阻塞态的进程呢 它不光缺少处理机的资源 其他资源呢 它也没有到位 并且呢 如果在它除了处理机之外的 其他资源没有全部获得的情况下 它是不可能获得处理机资源的 也就是说 它获得其他全部资源之前 它是不可能去运行的 所以在它获得处理机资源之前呢 它一定是已经获得了全部的其他资源 那么当它获得全部其他资源的 那个瞬间呢 它就是旧续态的进程 我们的CPU呢 就从旧续态的队列中呢 把它找到 然后放到我们的CPU上去运行 所以不管这个时间有多短 这个流程是可以走完的 也是必须要走完的 我们举个例子来说 假设你想要去看一场演唱会 那么你就需要买到票 这种资源 买到票之后呢 那么你就要去门口去排队 等待检票 然后进入会场 如果我们今天来得特别早 没有人在排队 那么我们买了票之后 能否直接转移到场地呢 显然是不可以的 我们一定要通过检票口 这个地方进入场地 所以说 与队列中的人数多少 没有关系 从阻塞态到运行态 旧续态就像一扇门 我们必须要跨过这扇门 才能到达运行态 那么我们旧续态的进程 有没有可能被剥夺资源 进入阻塞态呢 当然也是不可以的 因为一旦一个进程 进入了旧续态 它的资源已经全部获得完成之后 在它运行完成 然后释放所有资源之前 它是不会被剥夺其他资源的 所以呢 我们这三种状态之间的状态改变呢 就只有我们所列出来的 这四种基本状态 所以呢 当我们遇到有关于进程的状态 和状态变化的这种题的时候呢 我们一定要记住 一三一四 三个基本状态和四个基本状态变化 这样的话呢 就能很清晰地得出我们想要的答案 再继续